每逢春节到来,过年送礼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尤其送给长辈,要如何送得巧又不失礼,可是一门大学问 以下是过年送礼给长辈最推荐的六种过年伴手礼 过年送礼,什么过年礼盒最适合呢? 去别人家拜年,带哪种过年伴手礼最好? 大家好,我是莫蒂芬芳 每当过年,总让人伤透脑筋,生怕送了不实用的礼物 过年送礼,想送到长辈亲友的新坎礼 就必须知道过年送礼的技巧、禁忌与注意事项 包准礼,一次送到位 送长辈,选择六种过年礼盒,不采雷 每逢春节到来,过年送礼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尤其送给长辈,要如何送得巧又不失礼,可是一门大学问 以下是过年送礼给长辈最推荐的六种过年伴手礼 第一,茶叶礼盒 如果长辈喜欢喝茶,过年送礼,送茶叶一定最安全 尤其去别人家拜年时常会泡茶吃脸或零食聊天 这时候,送上茶叶礼盒,长辈更能感受到你的贴心与诚意 建议可去茶行挑选有保健作用的茶种 过年送礼给长辈最适合 第二,保健食品 营养保健食品也是过年送礼给长辈的首选 例如燕窝,人生礼盒,基金等等 但是在挑选前,应该先确认长辈的身体状况 以免有副作用或影响药物疗效 应该留意不适用族群 三,水果礼盒 水果礼盒绝对是万年不败的过年送礼推荐 一些水果因为有吉祥化的寓意 所以非常适合当做过年送礼的选项 例如,苹果是祈求一年平安 凤梨代表福气旺来 橘子则是吉祥 柿子是,事事如意 四,坚果礼盒 近年来,坚果类食品也成为过年送礼的品项之一 不仅天然营养,大人小孩都能够吃 若是过年送礼给长辈 建议挑选质地偏软的原味花生 腰果会更适合 五,精致的餐具礼盒 精致文创风格的餐具礼盒 实用又好看 有祝福含义的餐具 能够将满满的祝福送给对方 为餐桌增添美好滋味 六,生肖礼盒 配合生肖年挑选有创意又实用的生肖造型礼物 让收到的人会心一笑 别花钱找罪受 过年送礼十一大禁忌 过年送礼如果不实用就算了 若是物财禁忌 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因此过年送礼的十一大禁忌不可不知 第一,送中 有送中之意 二,送邪 有送他人上路或邪音有邪的意思 三,送离子里子 离,离是分离的邪音 四,送香氛蜡烛 蜡烛常用来祭祀王者 有些人会结语 五,送散 散有散的邪音 六,送帽 长辈过世 晚辈要戴笑帽 因此送人帽子是经济 七,送镜子 镜子容易打碎 代表不好的兆头 另有一说是镜子招鬼 有不相的含义 八,不要送生鲜食品 若是过年期间 亲友长辈不开火 过年送礼 选择生鲜食材 反而造成困扰 尤其是需要冷藏冷冻的肉类海鲜食品 因为一旦在运送过程中解冻腐坏 反而让每一边笑话 九,过年送礼不能送年糕粽子 年糕虽然是过年必吃的 但绝对不能送 在传统习俗中 商家不能垂柜包粽 必须等别人送 一旦过年 送年糕或粽子给亲友长辈 就是隐喻对方是商家 十,不要送对方特别专严的品相 虽然说过年送礼要投其所好 但若是对方特别有专严 专精的品相 还是必须谨慎一些 例如 长辈喜欢喝深焙茶 但却送了浅焙茶 送礼送得不到位啊 不仅送的人饿晚 手里的人也尴尬 十一 不必太贵重 价钱适中 过年送礼 讲究心意 太贵容易造成对方压力 因此价格适中最好 过年办手里三大注意事项 一 小心送到过前商品 因应过年送礼的需求 常有厂商推出食品保养品促销 或出清的礼盒 购买时应该注意效期 避免对方收到时 已经是过期贫 二 送出前检查价格标签是否撕掉 无论是昂贵礼盒或便宜特价品 价格标签都要记得撕掉 否则非常失礼 三 太晚寄出宅配大塞车 年前是宅配业者 邮局业务最繁忙的阶段 为了让礼品能够顺利送达 应该提早寄出礼品 以免在物流卡关 无法在年节前送达到对方手中 还有几样东西也是送礼禁忌呢 有十二种东西不能送人哦 送错了会闯大货 第一 不能送钱包 凡是送了钱包的朋友 你想想 是否此后财运不佳 或者漏财严重 或者该收的钱财不能及时收回呢 提醒你 要谨慎送钱包 当然通常夫妻之间 恋人之间 折五大爱 因为有肌肤相亲 意气相投 第二 不能送刀剑 有些朋友喜欢给别人送桃花剑 好让别人将烂桃花斩掉 结果反而自己的桃花结一大把 也有些朋友看到亲朋好友搬家 或者结婚等喜事 于是呢 就买了一套厨房用的刀刀叉叉送给别人 奇怪的是 此后自己反而运势一落千丈 记住 谨慎送刀剑哦 另外 别人送给你刀剑 你也要谨慎收纳 第三 不能送财神 有朋友开店或者开业 亲朋好友会给他送财神爷 其实从威力学角度来看 要谨慎送财神爷 否则 很可能你的财运会遭到停滞不前 当然 接受的一方也要注意 通常神佛是要自己亲自去寺庙请的 可不能随意请 也不能随意接受别人送的财神爷 否则 送方和接受方都可能会导致财运不佳等问题 第四 不能送鱼缸 有朋友请人看屋宅风水 奇怪的是 为何自打有了鱼缸后就财运不济呢 原来他有所不知 鱼缸类似财神爷 也是不能随意送和随意接受的 更何况 有些人命理既会养鱼 因此鱼缸实在不能随意送王 摆放鱼缸首先要适合自己 然后跟鱼缸的形状摆放的位置 高度 养鱼的多少 种类 数量 颜色等等 均有关系 第五 不能送钟表 有人说不能送钟 因为钟是钟的谐音 给人送钟就等于盼着人死 而手表也属于钟科 你看多少贪官是因为戴上行贿者的名牌手表而落马的 甚至断送了生命的羊 第六 不能送鞋子 鞋是鞋的谐音 故此 反给人送鞋 但不包括送给亲属的情形 就等于送鞋器给别人 所以很有可能不久 就会与对方失去的联系或友谊 第七 不能送散 散是散的谐音 所以散不能作为礼品送人 不包括雨中送爱心散的情形 若好朋友之间 将散作为礼物相送 将意味着日后必将分手或离散 第八 不能送梨子或李子 梨子和李子是离的谐音 送人这两样水果 将意味着日后有分离的危险 第九 不能送蜡烛 蜡烛是祭祀王人用的 所以不能作为礼物送人 十 不能送布娃娃 布娃娃和人状的东西 例如面具等 都属于小人 酒放家中容易遭邪灵 给家里带来不安 十一 不能送人来历不明的石头和古董 石头和古董属于容易遭邪灵 附着其上的东西 有些看似观赏石和价值不菲的古董 但是上面其实已经附着邪灵了 送网都不吉利 十二 不能送枕头 枕头是每个人晚上的必需品 但是如果你随意送人枕头 意味着你死后高枕无忧的日子 就会少了 相反的麻烦事情就会接踵而来 因此要谨慎送枕头 不过在家人恋人之间无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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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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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